大家好,我是亚欣 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 难免会有起起落落 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 顺境只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逆境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尽如人意的事情呢 只求无愧于心,无愧于人就可以了 在我们陷入困境落魄中 只要记住这三点 那么我想日后你必定会有所作为 第一是,内闻名而外柔顺 这是出自《易经》中的一句话 意思是,首先要把自己治理好 再去教育别人 陷入困境中 我们不能一味地去埋怨别人 给自己找借口 而是要做到内心阳光积极 从自身寻找原因 才能够避免下次出错 第二是,藏巧于桌,用慧而明 这是出自蔡根坛的一句话 意思是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才能 以退为进,保守地沉淀自己 周文王当时被困在游里的时候 整天在地上画卦 给人一种玩物丧志的感觉 在他被关押的七年里 他不仅研究出了周易的雏形 还令昼王对他放松了警惕 从而释放了他 后来,周文王的儿子联合众多诸侯 打败了商昼王 第三是,力奸真,晦其名也 意思是,即便自己陷入了困境当中 也应当保持积极主动的状态 明确规划今后的打算 时间长了,情况自然就会向 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唐朝诗人柳宗元年轻的时候 就考中了晋士 后来又被贬到永州 做了刘永刺史 但是他欣喜百姓 执意规划自己的仕途 他决定要改革 就带领百姓们破除了巫术 摒弃陋习,修建水利工程 做了很多立国为民的事 百姓们为了纪念他 还专门盖了刘府 自古以来 陷入人生低谷的人十有八九 但是哪一个不是历经艰难险阻 又重新站起来的呢 你能经受得住多大的痛苦 就能够获得多大的成功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支持 下期再见